中立韓的外長會議受共鮮 要加速推動三國人民同會 不過日本和韓國是都中心 台海穩定的重要性 為了要奉集中國在親臺灣 美國六軍暗算每年 要在阿泰區域 保守新興的開展營營 三人作為阿酒協商 中立韓三國外長在南韓富山既賓 三方同意最近為何三共聯的穩定 當時我們先強制 美加京準備辦三國領導人同會 不過並沒有講到固定的時間 何보다三國協力 安定的一個 持續的能力 能夠發展進行 更加制度化進行 中日韓應當以更加進去的面貌和姿態 為促進地區和全球發展 發揮積極所用 普政和日本內華相擅穿揚子 也分別跟王爺各行相變回答 日韓的外長都當面向 王爺中心台海穩定的重要性 普政也說反對應武力 改變台海現實的狀況 外交部對於日本及韓國 藉由與中國會晤的場合 而公開表達支持臺海和平穩定的立場 表示誠摯歡迎與感謝 為了會組織中國在簽臺灣 美國太平洋陸軍 暗算離空二十年在在阿泰地區 保守包括六期政府標準 落行在來會談 嚴肅不說固定時間和地點 有此分析 因為目標是要欺負中國 最強可能的保守在 美軍點日本 沃勤哪壞 家屬哪基地 另外可以由海馬斯 渡工飛進系統發射 正準打給火大 PRSM 美軍之前就表示 會保守在在阿泰地區 因為PRSM 當時有對地和最害的領域 將會大好多 強化美軍在在阿泰 正準打給火力 記者綜合部讀